最近有在探讨 他说各行各业都需要有什么证 当医生要有当医生的证书 你当律师要不要考证 要嘛 当会计师要不要考证 要嘛 你当心理咨询师 一样要有心理咨询师的证照 你要装那个像那个大楼建筑师 建筑师要不要证照 要啊 而且分成好几集啊 你什么级别的 你可以承包到什么级别的工程 这个都有分了 还有配电水电方面的 配电方面的一样啊 都要有专业的证照 然后这个问题就提到就是 只有当父母亲 就没有考什么证照 然后就上路了 讲白话一点就是 你以为你大学毕业 你有学问 就结婚就生小孩 但是你没有学到 如何当父母亲 如何经营家庭 如何处理夫妻关系 如何养育养儿育女 这些 以前从小 从幼儿园读到大学毕业 有教这些课程吗 有没有 几乎都没有啊 但是呢 这是人生很重要的课程啊 这是人生很重要的课程啊 所以这个就是 世界的各国的主流教育 所谓的冲错方向就是这样 只是在教导一些术 只是重视一些分数 而不是重视 人格品德的熏陶 而不是重视智慧的学习 所以这个就是 也是英国那位霍金博士 所提到的 人类要重新再教育 如果人类没有重新再教育 没有重视品格品德的这种教育的话 你读到了大学毕业 读到了硕士博士毕业 你学的都是 只是学一些知识之间技术 而不是学习 怎么样去为人处事 怎么样去经营感情 经营家庭 怎么样去养儿育女 而这方面呢 这个人生的大课题 重要的学问却变成 新手上路 边学 边做 那小孩子呢 就变成实验品 白老鼠 所以我这方面 这个就是 这个世界的教育 我现在讲的是世界主流教育 真的要重新大大调整 要重视 人格品德的熏悉 要重视文化的熏陶 怎么样去 怎么样学会经营自己的人生 学会经营家庭 学会经营人际关系 学会养儿育女 学会家庭夫妻的相处 这些都是人生很重要的课程 所以 现在大家才是真正进入 人生的大学 在学习 所以为什么今天讲好几个案例 好几个情况 都是鼓励大家 要好好地学心学习 栽培自己 这样做嗎 好